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讲到 我家既同上路之公公 下面是 咒耳一毛 消耳所逃 极其称物 其使拨白骨 咒耳 消耳 这两个耳 都是表示 这个前面这个时间 咒就是白天 消就是晚上 等于标志出这两个时间 一个是白天 一个是晚上 锁桃 这个锁 是搓脚的意思 桃是绳子 鱼毛 这鱼毛 这个鱼 就是割的意思 然后毛 是毛草 所以呢 就是白天割毛草 晚上 搓绳子 所以这个耳子呢 在这儿呢 并没有什么实际意思 它只是起到一种提示 就是 和这两句相对 咒耳 消耳 这样让你一看 就知道是两个相对的时间 所以这种呢 可以管它叫语注词 没有实际意义 极其成物 其使拨白骨 这个极字呢 咱们在郑伯科短 语言里边 见过一次 在那儿呢 是念 气 气请于武功 功夫曲 气 他发音气的时候 表示是 吕刺 在这儿是 急 它的意思 也是 赶快 也是 急 就是赶快 这个呢 其实也是咱们 常用字之一 这个气跟急 但是呢 由于 这两个例句 都是咱们 课文里边 而且离得很近 所以咱们不把它单列出来 作为一个 常用字了 就是在 郑伯科短 医院里边 是气请于武功 是屡次的意思 在这儿 是 急其成物 是赶快的意思 齐 在这儿 占一个音节 没有意思 没有实际意思 这种情况呢 在诗经里边 经常有 就是说 由于诗经 大部分都是 四个字 一句 这样他有的时候 是三个字 他就要找一个秤字 这个齐 就是秤字 城屋 屋就是房屋 城 就是攀灯的意思 就是灯上 爬到屋顶上 升灯的意思 这个城 齐屎拨白骨 拨白骨 就是拨种各种粮食 白骨 在这儿就是指各种的粮食 这个齐 不是秤字了 大家看 它已经是 四个字 又加这么一个齐 所以这个字呢 肯定不是秤字 它 超过 超过四个字了 它这个地方肯定是有实际意思 这个齐呢 就是将要的意思 使 就是开始 所以这个 齐屎拨白骨 就是将要开始 最后 这两句呢 咱们给大家翻译一下 白天 出外 割毛草 夜晚 搓绳 长又长 急忙 上屋 修顶 将要播种各种粮 这个开始呢 其实这个齐字呢 在翻译里边呢 由于它 是诗 它也要照顾这个字数 所以这个齐呢 就省略了 但是将要 这个也表示 很快就要开始了 所以这个意思呢 已经包含在里边 最后一段 二之日凿兵冲冲 三之 纳于灵阴 四之 起早 献高祭酒 九月 宿霜 十月 笛长 腾酒 思想 约沙 羔羊 鸡笔公堂 称笔四公 万寿 无疆 二之日 这咱们上回 已经说了 这个二之日呢 就应该是 是周历的二月 夏历 农历的 腊月 十二月 三之日 就是周历的三月 夏历的正月 凿兵冲冲 这个冲冲呢 是所谓象声词 就是模仿凿兵的声音 这个有的书上注 是凿兵 称称称 称称 或者是 我觉得 就是凿兵的时候 可能更 因为它本字就是冲 再变成别的音 反而不如这个冲 更 更形象 这个凿兵这个工作呢 我还确实是做过 因为我在 黑龙江插队 曾经插过十年 那个时候呢 那个黑龙江 那个 真是冰冻三尺 一米多厚的 那个冰 这样呢 我们就要三个人 举起一个就是用 这个很多铁 汉城的一个大铁签子 大铁的 大铁冲 底下是一个尖 然后两边呢 有两个把手 两边两个人 中间一个人扶着 把握方向 很沉一百多斤 拿那个东西 才可能 把那个一米 一米多厚的冰 给它打出那份来 就是当时是 就是冬天修水利 那会农业去大战 其实那水利 那修也不一定有用 但是我 因为所有这个凿兵的声音 我是很熟悉的 那个声音 我觉得更接近冲冲 而不是沉沉 而且这个字本来就是冲 所以我觉得 不用再给它 注什么别的音 就是冲冲 就很好 三支纳于灵音 这个灵呢 大家看呢 就是咱们经常说冰灵 所以这个灵本身 它就是冰冰的意思 冰灵就是冰 这个音 这个音字呢 相当于这个印 就是咱们平常说 那个地印的那个印 地印的就是地下室了 所以这个灵音呢 实际上就是 三千年前左右的那个 三千年前以前的那个 这个冰教 可见咱们中国啊 那么早的时间 就有冰教 所以这个这个 从这个里边也可以看得出 很多很多情况啊 就当时的跟农业有关的 许多许多情况 都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这个 这个凿冰 然后把它搁在冰教里边啊 这个据分析呢 应该是 就是古代的比较高级的官吏 代夫以上的贵族 可以享用啊 这个用冰祭祀和纳凉的特权 啊 就是夏天 很热了啊 这个咱们现在看电视剧呢 就在清朝电视剧里边 可能比较多啊 有的时候在这个屋子里边 放了一大块冰 这样让它那个 降低指纹 因为那会儿没有空调嘛 也没有变善 那么这个情况呢 应该说三千年以前 啊 就已经已经有了 啊 所以中国人他很聪明 就是在冬天里边 把这个冰 藏在地下室里边 藏在冰教里边 然后到夏天取出来 啊 供人们这个降温 四至起早 献高祭酒 四至就是周历的四月 相当于夏历的二月 起早 这个早呢 通这个早晚的早 啊 这个咱们在中学也碰到过 啊 这跳躁的早 在这儿通早晨的早晚的早 朱熹说呢 这个这个早呢 就应该是指的是早朝 啊 就是下边下边说到的啊 啊 献高祭酒 这个呢 就是一种啊 祭祀了啊 这个 这种祭祀呢 它是用小羊 小羔羊和韭菜来祭祖 啊 这个一般的这种形式的 就是高羊和韭菜祭祖呢 是在 仲春的二月 啊 就是夏历的二月 周历的四月 啊 这个时候呢 把兵取出来 然后献上小羊 用用来祭祀祖先 啊 所以这几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那月凿兵冲冲响 正月送进冰教堂 二月取冰行早巢 献上韭菜和小羊 啊 这就是刚才那么说的 这个早巢呢 就是祭祀祖先的 九月素霜 十月笛长 彭九思想 约沙高羊 素霜 这个呢 就是咱们现代汉里边 有这个所谓秋高气爽 啊 这素霜呢 也可以写作素爽 那么它就是表示 天高气爽的意思 九月嘛 在北京的话 它也是这样啊 就是说到北京 到九月 闷热天气就结束了 非常清爽 十月笛长 这个长呢 还是打鼓长 所以发第二声 笛呢 本来是大家看 是三点水 是洗笛 在这呢就表示 打草干净的意思 藤酒思想 约沙高羊 藤酒是指的两尊酒 思想 想在这是指 用酒识款待人 思在这又是称字 就是刚才说的 它三个字呢 这个其实意思已经全了 但是呢 因为上下都是四个字 它不能出现三个字 这样加一个字 这个 这个思字呢 在后代的诗诗中 有时候也出现 那是为了仿骨 就是仿模仿这个诗经 因为诗经里边 称字 用诗的情况比较多 用诗章称字的比较多 所以后代人 在写诗的时候 他要仿骨 也用这个诗字 这个响呢 在这是用九诗款待人 约沙高羊 这个约 是巨首语气词 没有什么实际意思 沙高羊 这个好懂 那么 这几句可以这么翻译 九月天道气又爽 十月扫庆打鼓肠 捧上两壶清香酒 宰了小羊和大羊 语言还是非常朴实 非常口语化 这种翻译呢 它就比较符合诗经 本来的风格 鸡笔公堂 成笔四公 万寿无间 鸡 大家看这个字呢 它的部首是足 所以它跟这个脚有关系 它是登上的意思 就是用脚 登上 笔是那 翻译的时候不一定翻出来 公堂是公共场所 或者有的说呢 是贵族的清堂 在这儿应该是公共场所 比较和上下文比较吻合 称笔四公 这个称在这儿是举起的意思 这个笔还是就是那的意思 实际上在这儿也有称字的作用 这个地方这个四公 指的是犀牛角的酒气 用犀牛角做的酒气 万寿无间 这个应该能懂 这是咱们现在还有这个 有时候还出现这个 像王阿大明 咱们上次说 王阿大明 每天早晨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早请示 先拿着红宝书 冲着这个主席下 那个高喊 敬祝王阿大明 万寿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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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林副主席 永远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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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早起来 第一件事 必须是这个 晚上睡觉 最后一件事 也是这个 这个非常走行事 所以万寿无间 我想这不用解释了 那么 最后的三个短句子 可以这么翻译 踏上台阶进宫堂 高高举起牛角杯 同声祝愿 寿无间 其实应该祝愿 万寿无间 因为都是七个字 所以这个万字 万寿无间 这个从字面 也可以看得出来 万寿呢 就指这个寿命非常长 是大寿的意思 无间就是没有边 就是说 那你活起来都没边了 那这寿命太长了 谁也活不到这么长 这个诗经呢 七月呢 咱们讲到这儿呢 就都讲完了 这个呢 大家看呢 这里边呢 为什么在这段课文里面 给大家讲 这个12345的小五九 是这个甲骨文的 这个数字 因为大家看 这个数字特别多 就是它表示 各种月份里边的 农事活动 或者是动物昆虫的情况 或者是这个气候的情况 所以这个诗呢 虽然不长 但是呢 非常生动 而且记述下了 这个3000年以前 这个农业活动的情况 和这个其他各方面的 这个情况 给大家提供了很多 和非常丰富的 这个农业方面的历史资料 所以这个史资料价值呢 也是很高的 这个农业活动的 这个农业活动 就是这个农业活动 这个农业活动 就是这个农业活动